2020年7月6日 常年期第十四周星期一弥撒赌经分享 耶稣说 女儿放心吧 你的信德救了你 马逗福音九章二十二节 分享 耶稣赵教马逗时说过有病的人需要医生 他就是罪人最需要的医生 他医治人的肉身 更能恢复不解的灵魂 他复活会堂长亚依洛 已死去的十二岁的女儿 和治好患血漏十二年的女人 亚依洛和血漏妇人对主耶稣的信德 使他们由痛苦哀伤中获得治疗 耶稣更显示出天主的爱是法律的完满 不是人的规律和传统 犹太人将天主的法律变成了死版的条文 患血漏的妇人是不解 没有人同情他和帮助他 怕沾上不解 耶稣让他摸到后 不但没有斥责他使他不解 反而称赞他有信德 他拿起死了的女孩的手 就是触摸了尸体 犹太人视为不解 但耶稣却使女孩复活了 因为天主只是圣洁的源头 天主的爱能洁尽一切不解 恶念 凶杀 金银 邪淫 盗窃 妄证 毁谤 马斗福音九章十八至二十六节 天主是忠信的 仍背叛他有如故中的妻子 天主仍设法挽回他 以正义 公平 慈爱 怜悯和忠实 去使他回头 爱人如同妻子 我们该以圣永第一百四十五篇 赞美天主慈悲和宽大 施恩拯救我们罪人 并赐重获自由 欧瑟雅先知书二章十六节 十七至十八节 二十一至二十二节 天父 你借圣子的谦卑自下 拯救了陷于死亡的人类 求你帮助我们摆脱罪恶的奴役 恩赐我们天主子女的自由和永恒生命的喜乐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尔门 罗碧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